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7月危危苦 先說說港股情況,港股相當反覆 早段高位升了二百多點,但高位見到左力慢慢回頭 期間升幅收窄得很少 幸好美市再升多一點,全日能夠有1百25點的升幅 收24,427點,成交1,225億 今天升得厲害,又要多騰訊和港交所 騰訊今天升至2.6%,港交所更厲害,3%有多 加上豪賭股也做好,推的市場 只不過中資金融股個別發展,其中工行回軟 令市升幅不能保持在二百點之上 說回整個市場,今天的市場,剛才提及過升一百二十五點 雖然今天升,但初步看7月之後 假期之後回來的第三季,或者7月份 形勢暫時要審慎一點 甚至可能有少少偽偽符的意味 就是點頭幾個字 為甚麼這樣說呢,今天港幅升 可能有些人為因素在這裡 原因就是今天半年結 6月底半年結 半年結基金或者有心人士 在這個情況下 維持秩序,令市能夠保持高位收市 以致整個組合來講好看一點 所以今天市能夠上升 可能是人為因素造成了,所以簡單來說 但其實看回其他因素 7月份的港股真的有點牙煙 以致矮矮腐 可以從兩方面講,一方面就是外圍 無論美國的情況都很一般 美國,先講美國的疫情 最近美國的疫情真是牙煙 數字一天一天都是保持高位 連續幾天是突破四萬大關 到最新的情況 今天來說,數字來說 16個州已經暫緩了解封 之前就想不斷解封 重啓經濟 現在疫情不太碰當了 16個州已經宣布暫時解封 暫緩解封 另一方面 很多州的數字都看到新確診人數是上升的 這個數字多達三十一州 三十一州的數字是出現上升的 上升的意思是比上七天來說 是增加了 顯示疫情 數字來說是危危苦的 除了數字之外 美國當地的官員對後市 整個疫情的後續情況 都是悲冠的 包括CDC的官員 說現在美國的疫情實在擴散得太快 太廣泛了 去到難以控制的地步 他們估計最近新確診人數再次急升只是一個開始 說到形勢力就非常牙煙 另一個衛生部長說 壓制病毒的窗口正在關閉之中 所以整個疫情顯示非常危急 雖然美股昨天升得不錯 升至五百八十點 但是疫情跟這個情況剛剛成為強烈的對比 新增國際人數也是升得很厲害的 但是疫情的進展就很高了 跟美股的聲勢是截然不同 這個就是第一個形勢顯示美股 七月份就有點牙煙 第二個就從 數據來說都是一般的 原因呢 就是根據大行統計 第三季 往往是一年裡面 是表現最弱的一季 因為根據某間大行 在統計1945年以來 平均一年四季 除了第三季之外 其他的季度 平均的S&P是升2至4%的 但是恰恰第三季 平均只是升0.5%而已 顯示 第三季的情況 通常都是一般的 第二個因素 要令大家對七月份 以至第三季 要保持審慎一點 第三個原因就是 拜登的情況 都令不少投資者 有些擔心的傷害 之前幾天 美股突然有一天大跌 曾經有些市場人士歸咎 就是拜登 行情高漲 行情高漲的意思 就是獲選的行情 突然間飆升 大家覺得 可能會當選總統 所以 就令美股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拜登 據報導 而且他親口也跟最近的餐會 贊助人的餐會 他也提到 他會撤回 特朗普大部分是減稅的方案 講得明白 他這樣做 可能你不開心 但是他會這樣做 撤回減稅方案 市場人士 警告過了 如果這樣撤回 標普500指數的盈利 會因而下降 由170美元 跌至150美元 跌幅度不少 成幾 盈利跌 自然對 美股形勢不利 恰恰 行情 剛才說的高漲 高漲是怎樣反映出來的呢 起碼從美股基金經理來看 當選機會 明顯增加了 根據美股的最近一份調查顯示 去年12月的時候 大約有七成的遊戲經理 認為特朗普會當選 七成 特朗普就知道 最多三成 拜登 到了今年3月 兩個人已經對等的機會 五成五成 到最新6月份的數字 基金經理認為 有六成二的遊戲經理認為 拜登 會成為白宮的新主任 剛才說過 拜登說到實質 會撤回 大部分 特朗普的減稅方案 現在 行情這麼高漲 對美股 亦是危險 或危險符的因素 加上廣告自己本身 也是一般的 一方面 看到了 這個就是國企指數 已經率先跌穿了五十天線 其實今天國企指數 只是升得0.01% 明顯就跑輸給恆生指數 而且技術走勢已經跌穿了五十天線 率先跌穿走勢是弱的 這是第一個技術因素 第二個技術因素 恆生指數這陣子上升 主要是多得騰訊和交易所 剛才說過這兩隻股份的升幅 都是遠遠贏了大事 今天也是 騰訊2.6% 交易所是3%有多 也是明顯比恆生指數 今天升得0.5% 是為多的 換言之 升勢主要靠兩隻強勢股 頂住 這個 往往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 當然要提提 港區國安法已經通過了 通過之後 美國就連續有些制裁的措施 公佈了出來 初步 小一點 不太大影響 大家覺得 但是在市場時 擔心美國 搞越多措施 其中一個 就說 他制裁 有份參與制定港區國安法的中國官員之餘 可能會制裁這些官員 有往來的銀行 如果這樣 就大件事 因為這些官員有往來的銀行 就往往是幾個大行 分析員就估計 如果真的這樣做 涉及的錢 可能多達 港區國安法是8萬億以上的 當然這個估計可能 跨進了一點 但是 顯示了市場時 擔心 美國制裁越多東西 對港股 是不大有利的 換言之 不僅是技術走勢 港股現在是很麻煩的 而且 有些趕發之後 擔心 美國 以至其他地方 會有些動作 亦對港股的氣氛 是有影響的 所以 7月份來說 初步看 就要小心一點 要看著 重要的支持位置 看看是否守住 不要太過盡取住 彭先生指數最重要的支持位置 就是50天線 今天 是24,158點 上個交易日 曾經點了點 彈上去 顯示有支持 今天 迫近之後 也是彈上去 顯示 不少口友在承接港股 所以 後市 如果穿了去 就有影響頭尺 看著這個位置 相反 當然 如果突破八天線 形勢 就會好很多 大家看著 50天 和100天線 甚至乎看了 24,000點的心理關口 都是重要的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